这次我们所开发的这个计划是免疫细胞传输的核酸载体开发 那主要是我们知道目前免疫细胞的治疗 它在改造上面是利用病毒载体 来去做开发 那在制造的成本上面还有时间上面都是一个对病人很大的负担 那所以我们希望利用在传输核酸有用的这一个LNT的技术 然后来进行免疫细胞的开发 那希望结合新兴的一些基因改造的技术或者是MRNA的传输 能够让免疫细胞的治疗能够更有效率 然后也可以使病人更能够负担得起 这次开发的气息其实跟COVID的疫情有很大的关系 那因为COVID的疫情所以在台湾开始重视就是核酸相关的研究领域 那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样子的资源去进行了LNT传输核酸的开发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国内有很多的免疫细胞研究的发展 那在国外虽然还没有很多相关的研究 我们觉得LNP的技术在免疫细胞上面的应用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就投入了这样子的技术开发 希望能够利用LNP传输MRNA在或者是Gene editing在免疫细胞上面 然后做更好的医疗产品的应用 这次的研究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我们研究技术开发的刚开始 其实在国内外都没有很多相关的文献或者是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的资讯非常的少 那在我们可以拿得到的转染试剂的结果 大概在免疫细胞的转染效率都低在10%以内 所以这一个技术上面的需要跨越的门槛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们团队就是利用非常多种材料的设计 然后去narrow down到最后有一个很好的材料 那在目前的免疫细胞上面的转染效率 我们都可以达到七八十%以上 我们团队希望能够利用LNP的技术 让不管是核酸或者是MRNA的合并上面的应用 在医疗上面有更大的发展 那在免疫细胞上面的话 我们除了希望能够搭配MRNA能够有一个更有效 或者是更便宜的应用上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搭配一些新兴的基因改造技术 包含CRISPR或是Best Additive 让无论是T细胞或是NK细胞 这种免疫细胞上面的治疗 在目前没有好的疗效的癌症疾病上面会有更好的疗效 那最终当然是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真的真实的帮助病人在医疗上面 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疗效 在经济上面的负担也能够更少 这次团队能够获得莫德纳台湾MRNA前瞻新创奖 其实对团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莫德纳公司在这一次的COVID疫苗的应用上面 他们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兴的药物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莫德纳在除了全然病的预防疫苗之外 无论是在癌症的疫苗或者是跟免疫细胞的搭配上面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应用的潜力 所以我们其实也能够希望 借由巨人的肩膀上面看到更多的应用 那可以让我们的技术有更多发挥的部分跟潜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